音樂 我自己喜歡 我利用一個物件 來改變一個場域的屬性 或者認知 那我希望能夠以一個更自由的形式 去找到一種對話的可能 我要立到這個位置 4.5 一個觀看的經驗所造成的一種在認知上的差異 我還是會繼續的堅持 他是這樣立起來的 堅持我的作品必須要能夠能力來組裝 作品的特色就是它可以分成非常非常多的組件 把它從一個很零碎的零件組成一個完整的作品 那甲妝學它就是一個比較整體性的做成一個場域性的一個概念 所以就因為那時候我光看到甲妝學裡面的東西 再聽過廖建宗他想要展覽的展品的這個過程裡面 我覺得場域就整體性就很重要 所以那時候我們就在想展明嘛 我就想說那就現場 因為現場就是某件事正在發生 那就符合場域性跟那個正在發生某件事的這個概念 因為現場這一個字它其實是一個中性的 一個對空間的一個質色 你剛進來你會懷疑說 那藝術品在哪 我怎麼來到一個工廠 我會希望他的第一時間 是他只覺得他來到了一個地方 但是他不知道到底藝術品在哪裡的那種狀態 他就是一個工廠 把展廠變成工廠 讓大家一進來就有一個非常大的反差 去做思考說 咦 誰要在展廠裡面做了很這樣的東西 那這個出現就會讓你產生一些陌生感 那這些陌生感會在你展覽期間會一直讓你帶著 我覺得應該是說把作品做完的那一種成就感 還蠻踏實的 那種踏實包括從此你擁有了這個東西 好 等我一下 你抓41 我一直在找一種 假如說我們沒有被藝術這一個 這個框架設定住的時候 我們這個東西還要能夠有意義的是什麼 因為工作的關係就是說 我有一段很長的時間是在做布展跟裝潢的這個工作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就是我常常碰觸木材 甲板 腳料這些東西 所以我發現這些東西在做造型的這個過程當中 越來越得心應手 所以慢慢的就有製作的這個能力 那這一次的展覽有八件舊作 但是這個舊作有一個特色就是我的作品它有一種彈性 它有一種靈活度 就是我可以隨著場域去改變它的姿態 好比說怪手 就是用真的關節的樣子 然後真的有壓感 所以它可以像真的怪手做出不同的姿態 那對我來講就是說 因為你重複參加一些不同的連展 你多少希望作品本身能夠有一點點不太一樣 所以它參加過的幾次展覽 每一次擺放的姿態其實都是不一樣的 那我喜歡作品有這樣子的彈性 像包括頂車機 你也可以把那個降低或抬高 或者是打開收放 對就是它們都有保有這樣子的彈性 那這是我八件舊作 基本上就是說 我就是能夠隨著這個空間場域去做一個姿態上的變化 當然就對我來講 這個人造衛星其實它在姿態上就是 我有點是在模仿一隻死掉的鳥類 來暗示一種尷尬的處境 就是你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然後你究竟是怎麼樣變成這個樣子 我試著在描述一種帶有一點悲傷的結局啦 我試著用這樣子的東西去隱喻 我們整個在環境當中扭曲異化的一種姿態 所以我那時候就是在做那樣子的一個嘗試的時候 就是我後來覺得我就想了一堆 你做什麼東西可以改變空間的樣子 我覺得那個念頭其實很簡單啦 就是說我想要跟傳統的寫實藝術 或者是說我想跟傳統的藝術形式有一種對抗 所以那時候的想像就是整個空間就是它假裝寫實這個概念的整體空間 那這個空間一旦形成的話 那麼不是作品的東西也就是真實的事物 它也會變成作品的一部分 所以這個就講到說 我們以現場去生活跟藝術的這個在思考的這個概念 其實是扣著它為什麼要擬真這些東西 那擬真它並不在於說 它是字面上寫實或是擬真的這個概念 而是它在線背後的那個美學價值是什麼 才是我們要去理解的 這邊鎖緊這邊放鬆 其實應該是說對我來講 藝術創作其實最重要的是一種語言形式 我盡可能的就是用我自己可以的方式 那我找到了這樣子的一個形式語言 那現階段它還能夠繼續做下去 的話我就繼續做 但如果我們這樣去看的話 它反倒是一種另外的一種可能性的延續 所以我就希望透過作品能夠創造出這一種 對於價值系統的一種抗拒 所以其實對我來講就是說做創作的時候 某種程度是你有一個慾望 然後你有那個慾望你想要去執行它 你開始計畫然後最後去把它執行這樣子 我會想去做創作的一個禮物 但我們會想去看的 我會想去看一看 那我會想去看一看 如果你看另一個人 那我會想去看一看 你會想去看一看 對那些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